又到了六月的毕业季 过去呢 大家在毕业典礼上呢 几乎都是哭成一团 但现在的毕业典礼 则多了一点欢乐的气氛 北英女今年的毕业典礼呢 就以法国童书小王子当作主题 其中参加选秀节目的刘欣怡 还自己制作了服装 学生带来一连串的精彩表演 让这场毕业典礼非常热闹 不绝于耳的尖叫声 一开场就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这是北英女第71届的毕业典礼 小绿绿们用欢笑送走高中的 最后一个阶段 欢迎光临北英星系 请由此处登机 这去年的爱丽丝梦游仙境 今年校庆用法国童书小王子 作为主题 在选秀节目获得第八名的 北英女学生刘欣怡也配合主题 自制服装站在门口迎接来宾 悲喜交杂吧 可是我觉得还是开心的多一点 但是就是很谢谢 不管就是这三年我遇到的人 然后让我成长的人 就是很感谢就是可以来北英读书 另外一个焦点就是她 陈银秀克服重度肢体障碍 凭着自己的努力拿下市长奖 还申请上东吴资管系 北英女学生带来一连串的表演 就算在扯鈴时有小小粗垂 也凌违不乱淡定的 捡起扯鈴完成表演 小粗垂带着梦想还有欢笑 为高中生活画下句点 雨电TV卢为中立直轩 台北报道